大家好,我现在是从湖南来到江西的平乡 在上年呢,我是来过江西的 这不算上市因为特殊情况 来到南昌就没有继续往前面去走 没有往南去走 这次呢,是来完成上年没有完成计划 这样没去过地方去看一看 这首先呢,在这平乡一栋楼 它非常的不一般 这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座楼呢,是非常薄 虽然呢,网友戏称为纸片楼 也恭喜了我们要来看一看的好奇心 非常的有意思 现在我来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参照物 我们张开手臂 到这位置还有这么一段距离 如果这里面要住人的话 我们张开手臂 感觉就要把整个的房子给占满 现在在它这里周围呢 是布满了很多这个居民楼 不知道在当时这个建造者为何会如此设计 我们到它背面来看一看 在这呢,它是唯一个走廊 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唯其他小区 这里有一个窗户 我们通过窗户可以隐约看到 它这里应该不是唯房间 应该是唯楼梯 这么窄,根本是无法去住人 我们来把这种楼给转一转 在这呢,它刷上这个商铺一共是有六层 在这里看这个窗户它不像是住人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栋楼再往前看 上面很多窗户都是已经生活状态 挂满了很多的衣服 在这有一个门头,它是没有关门 我们到里面去看看是不是真的是狭窄 它在里面还是比较正常的 和一个商铺的长度也差不多 没有刚才所看的那么夸张 在这栋楼的另一端所看 它和这个正常楼宽度也应该是差不多 所以我们可以判断 它这栋楼并不是为直线 前后并不是为一条直线 是慢慢的向两面所大 它这个状态是可以去住人的 刚才那个状态应该里面是为楼梯 或者是为杂物间 是无法去居住 刚才我是从这个角度锁过来 它的视觉寸击力还是比较大 如果它这里状态会做成一个网红楼 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在对过呢 它是有一栋楼建在了这个高处 现在看起来应该也是没人去居住 在这个品乡呢 它还有一处这张学良酒居 就是在1937年 它在这里幽禁了不到一个月 所以现在也成了一处历史古迹 但是先是维修 没法去观看 好 我们从这里开始这次的江系之行 下个视频见 再见